大丘这座白马中环庙 我们大丘大环庙 原来是在海边 有一个原石的祖庙 是石头建 然后61年奉他的指示 在这边原地盖了这间庙 我们大丘人原来每天都要办 大概83年 我们记者学和成分局 他们家最后的牵手就 可是我们每年固定 我们这些相亲还是回来 原校的年住在这边 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中断过 我们当中拜的是白马中环庙 白马中环跟大丘大环 这边是天上寿女 还有那个土地公 我们每一年就是固定了 这几个相亲回来 一定就还没有全部间断 全部间断 因为我们庙就这么大 以前人多我们分成四组 四组就是大家共饼为主 就是也是以白马为主 那我们现在人少 可是我们也是一样 大家多放一点 也是跟一间一样 把这个整个共饼摆满 还是一样有一只猪 还有宿猪 那因为大贫量 我们就是说人少 大猪就抬下来 真的有点困难 就是今年他分他的指示 我们改成宿猪 因为人少 那个一百多斤的猪 这边我们交通什么 都是很困难 那也是分他的指示 经过他的同意 平衡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这些 比较辛苦 所以就改成宿猪 来这宿猪